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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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師好 各位師兄 師姐 大家晚安 剛剛老師說了 說了我們從剛開始跟長生學絕緣起源 那我剛好跟黃老師有不太一樣的感受 因為黃老師當時學長生學的時候 真的是全身都是病 那我學長生學的時候 當時我是37歲 那我學了30年 那我身體很好 那個時候我身體37歲嘛 對不對 是不是正身體正好 那我為什麼會堅持學長生學 那他當時身體不好 他也去排斥長生學 那是因為天賜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族行 在那個族行之中去學到了 然後感受他的功效 然後想到了好 然後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就走到了30年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堅持呢 我今天要把這個 請請說給大家聽 我當時是沒有什麼毛病的 可是我去學了長生學 第一天沒感覺 我想說我是不是被騙了 一點感覺都沒有 後來第二天我再去還是沒感覺 後來另外一位老師在上課的時候說了 你們回家的時候呢 初級班呢 可以伸出雙手去試試看 幫別人試試看調整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毛病啊 所以我就抓了我的小孩來試 結果我的小孩給我做的時候 他說媽媽 你的手為什麼在我頭上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我說沒有啊 因為我們當時上個課 他教的時候是 我們手要隔空 就是要隔空 那一隔空的時候我根本沒動他 可是頭一直搖 我就想說 這應該是有什麼氣進去 不然他怎麼會咬 我就憑著這一點 我就去探討 就學了終極班 終極班出來以後 我還是沒感覺 我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我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就說得很好 我都沒感覺啊 可是我先生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那我們想說 我還是把它學完了 學完了以後呢 應該是說我這個也是很 你們知道什麼叫雞頭嗎 雞婆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是說 我這個人很調皮 因為 因為我 我不太相信 所以我就 我就找了很多人 很多人來試 就是我打電話 給親戚說 我現在學了什麼東西 因為 因為他說很好 那你要不要給我試試看 就這樣子 一個試 兩個試 就試了很多個很多個 結果就怎麼樣 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辦法回家煮晚餐了 就大家就陪對 就請我做 因為鄰居啊 大家就就來了 就憑正這一點呢 那我就跟 會老師申請開課 我們那邊就開了一班 就這樣子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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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了現在 那我要講這個例子給你們聽 就是說我相信 在座的 很多人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感覺 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 沒有感覺的 請舉手 好嗎 那你們沒有感覺的 就不要失望了 就是怎麼樣 你們要憑著 自己去嘗試 自己沒有毛病 或者自己怎麼樣的話 我們就試別人 我們去調別人 不管你的小孩 媽媽 我相信媽媽年紀都大了 爸爸年紀也都大了 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 那我們就靜點孝心 伸出我們的雙手幫幫他 靜靜孝心 那也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又能得到什麼 得到一個實驗 是不是很好 那這些沒有感覺的人 我們回去試試看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不管你今天是有感覺 沒感覺 有病 沒病 學長生學做非常的好 而且我就是憑著 這一個訓練 我做了30年 我現在告訴你 我到現在為止 我們台灣的健康 是不是很好 你們聽過沒有 我們台灣的健康 是全世界有名的好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說 我的健保卡 我很少看病 那是不是會直接看 那我已經67歲了 那我67歲 我為什麼不用看健保 為什麼 為什麼 長生學 對 長生學 因為我學了長生學 我每天都有幫人家調整 我每天都有靜坐 我每天都有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都跟我自己保養 所以我到了67歲 沒有什麼毛病 那你們現在你們 不管你們幾歲 都還來得及 趕快用長生學 保養你們自己 好不好 總比吃藥好 對不對 總比上醫院好 是不是 而且你們香港的醫藥 也算應該是蠻貴的吧 然後我們學長生學 又不用什麼費用 那趕快用長生學 保養自己 然後呢 有小朋友的 就趕快幫幫小朋友 尤其是我跟你說 尤其是對孫子 有孫子的人 你們一定 一定要每天幫孫子調整 這個對孫子是相當好 第一 他少看病 少吃藥 第二 還有聰明健康 第三 都可愛快樂 很快樂 因為我有三個孫子 我三個孫子 都每天幫他調整 別人去幼稚園 然後會感冒 會什麼流行性感冒 我的孫子很少 而且我的孫子很聰明 所以 所以呢 我在這裡呢 有去年上了台 跟大家分享 我就 給大家一點點 建議 然後希望大家 學了長生學 希望他陪你一輩子 好不好 好 還有一件事 老師有說了 我常常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跟下面的人講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我常常問他一個問題 你們今天學了長生學 我問你們 你們學了長生學 身體會不會好 好 會不會好 會 會 我跟你們說 不一定會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做啊 要做才會 懂嗎 不是學了就會 這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人問我 這句話我為什麼會在上課的時候 跟大家說 因為有一個人問我說 我學了長生學 我幾年學了長生學 為什麼現在身體都沒有改善 我問他說 你一天靜坐幾次 你調生幾次 他說我都想到才做 我說你當然不會好啊 對不對 我問你們三餐吃飯 一定要吃幾餐 要吃幾餐 肚子才會飽 好 你們想一想 如果一天不吃飯 兩天不吃飯 那你肚子會飽嗎 一樣嘛 我們能量 就要每天去衝 每天要衝飽 他才不會生病 他才不會 免疫力好了 我們才有抵抗力 這樣懂嗎 好不好 好 那我 最後呢 我講了一個 最新最新的一個見證 我來到香港的第一天 我相信你們在上課的時候 有注意到我第二天上課的時候 我沒有到現場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有些人有注意到 有些人沒注意到 我告訴你們一件事 因為我在第一天晚上的時候 因為 因為有一個師姐請人 請吃了個宵夜 結果 那天可能吃到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急性腸胃炎 那隔一天呢 我是 就一直拉肚子 然後呢 一直拉 因為那天的那個 海鮮不新鮮 我就是因為 我想說 我身體很好 我本身抵抗力也很好 我應該沒問題 所以我給他海鮮吃了 結果吃了以後 隔一天就拉肚子 拉了一天 結果腳也軟 腳也軟 而且一直腳痛 一直腳痛 所以那天隔一天 就沒有辦法來上課 就請了一個假 可是呢 我第三天就來了對不對 我也是 開了兩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我調了一天 那個師姐幫我調了一天 我先生調了一天 然後我一天就這樣靜坐 我沒有看醫生 那個師姐一直問我說 我送你去醫院好不好 我說不用 我長生學不用送醫院 這個急性腸胃炎 我們自己就把它搞定 你們說長生學好不好用 好 這個是一個最新最新的見證 所以我今天跟你們大家分享 主要就是要大家對長生學要抱著什麼 信心 懂嗎 還有最後我跟你們講 你們還要有恆心 要堅持下去 長生學簡不簡單 很簡單對不對 上了六天的課 大家就有幫忙自己搞定 可是呢 往往你們都會因為自己的時間忙 或者是舒服了 你們就會慢慢慢慢的 一天一天的就忘了 那很可惜的事情 一定要有恆心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學得很好 好不好 好 謝謝